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研院关键技术的前后 把女儿当成人头 私下收受三千张号顶的股票 而士林地检署全案侦查终结 依贪污等罪嫌 对翁启慧和张念慈提起公诉 而翁启慧成为中研院史上第一位 被列作贪污被告的院长 转入号顶内线交易案 中研院前院长翁启慧遭到检调怀疑 利用研究团队的专业技术 把女儿当成人头账户 私下收受号顶董事长张念慈的三千张股票 九号士林地检署对翁启慧和张念慈等人 依违反贪污等罪嫌 提起公诉 去年号顶因为新药解盲的结果不如外界预期 股价连番重挫 遭人检举有内线交易的弊端 检方进入侦办 进而发现 靠定董事长张念慈为了取得中研院的 唐分子研究资源 在民国一百年 就曾经以股票契约 要和翁启慧做对价交换 后来因为经济部有疑意才告吹 一百零一年张念慈再以股票来贿赂 翁启慧成功取得研究的专属授权 这样的做法都被检方认定违法 让翁启慧成为中研院史上第一位 被列为被告的院长 中研院表示翁启慧已经不是院长 不受公务人员承接规范 在院内的学术研究不会受到影响 而号鼎生计公司则声明会全力 更为公司清白 记者综合报道 机场捷运进入了最后设备减诊的阶段 桃园捷运公司表示 考量到来往机场 有大件行李运送的需求 因此决定要拆除车厢内八个座位 增加放行李的空间 最快渴望在春节后试营运 桃园捷运公司在往来机场的直搭车 拆除了美睫车厢的八个座位 增加乘客行李的置放空间 有一部分的就是座椅 那修改成未来我们要放行李的部分 目前只有自大车才会有做这种修改 在机场捷运呢 新增了两项功能 第一个呢就是在座位底下 增加了一个挡板 可以防止行李往后滑 在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的这个杯架 被拆掉的部分呢 未来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使用无线充电设备 除了拆除座椅增加行李空间 机场捷运也在直搭车车厢内 设置了14处的无线充电座 预计也会有USB电孔 方便乘客充电 一辆四节车厢的直搭车 共计可放置一百二十二个 二十八寸的行李箱 不过拆除座位所增加的行李重量 会不会影响乘车安全 陶姐表示经过计算安全无余 减少八个座位 那剩下的座位就是多出来变成 行李可以置放的区域而已 那以重量来计算的话 当初在算人的话 一个人是六十五公斤 那实际上行李的话 多这些空间不会差到太多 至于什么时候通车 陶姐公司表示 最快会在本周将票价方案 提给桃园市政府及交通部 要等交通部发出营运许可后 就可以公布 交通部则是表示 最快的通车日期 可能是在春节后 初期规划先事办 开放四十人以上的团体 以预约的方式搭乘 一天接受集团 是否可以预办登机 陶姐表示还需要再评估 记者李初华 谢其文台北报道 入冬以来 中南部沿海地区 大多数的日子 空气品质都不好 昨天下午 空气最差的 是以农业为主的 高雄市桥头区 空气品质指标达到洪亥 而往北一点的台南市 从元旦到昨天为止 没有一天是有好空气 灰蒙蒙的空气 从桥头远眺高雄市 只看得到半平山 柴山完全不见踪影 下午应该被太阳照得 最显眼的大岗山 也是连形状都快看不见 全国下午空气品质 达到不健康的红色 就只有桥头 学校插红旗暂停室外课 虽然桥头大多是农业 但因为入冬以来空气都不好 老师每天到校第一件事 就要打开环保署的空气监测网 并且实时加强 学生跟家长的空物教育 再往北一点的台南市 从元旦到昨天 同样没有好空气 中南部环保团体已经串联 要上街头诉求 环保署南迁 环保团体表示 反空污游行将在2月19号 同步在台中和高雄进行 除了要环保署南迁 也要求尽快停止 规划有问题的 空污总量管制计划 记者王介苏 孟昭全南部报道 环保署南迁 野力一休实施之后 劳资双方都受到了冲击 而最近就有不少公民营企业的员工 投诉资方 为了要规避新法 花招百出 要求劳动部必须严查 也有的企业为了因应 人事成本的增加 就鼓励原本兼职的员工 转为半职 工时可以多一些弹性 减少加班费的支出 饭店服务人员带着笑容 亲切向客人问好 金花酒店在一粒一休上路后 人事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五 一般业者都将增加了人力 打算征聘时薪兼职人员因应 不过金花酒店 现在半职制度 鼓励兼职员工转任 上班时数只需要正职的一半 同样享有劳健保 还可以享有公司的员工福利 如三节年终奖金 只是会按比例发放 约是正职的一半 像服务业或是需要排班的业别 在劳基法规定的弹性工时制度内 企业进工会或劳资会议同意后 就可实施 也就是说每周的一天休息日 可以自由安排 最常可让劳工连上12天班 不过因为部分邮局 在周六也上班 就有员工控诉邮局违反规定 挪移休息日到平常日 工作的特性是有关系 然后大家轮班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都可以排休假日 所以并不是说是我们片面 一定会把这个休假日放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如果说他排到休假日 然后又出来上班的话 那这个一定会用加班的这个方式来 给予加班费 也有部分企业员工投诉 公司将每周的休息日 例假日大挪移 调整到周一到周五 违反劳工自由休假意愿 劳动部回应 如果有发现不合理的休假情形 会主动稽查 记者李志华谢其文台北报道